就让人员小心翼翼 徒手拨开坍塌土石 因为一名女工就埋在正下方 已经长达十几个小时 但最后人找到了 她却已经气绝夺食 从前一天傍晚坍塌意外发生 一直到隔天早上把人给挖出来 整整花了13小时 而家属在一旁着急等待 最后却是希望落空 完全是无法接受 她就在下面 所以你觉得是工地安全维护不好 看看这坍塌地点 钢筋万肉挤压变形 卡车乡型车全掉进土堆 而发生意外的工地 就在桃源平正文化公园 地下停车场工程 这里原本是前瞻计划一部分 预计在今年底完工 但30号傍晚突然发生严重坍塌 造成了两人受伤一人丧命 此者家属更质疑工地有疏失 才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实际上的原因的话 因为现在祭司工会 有三个祭司工会 两个祭司工会 今天会来讨论再鉴定 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的 那这个东西 我们基本上面 我们都是暗途施工 发生伤亡意外 营造商表示 他们都是依照规定施工 而至于意外怎么发生的 Aden既施工会 再来做进一步鉴定 而桃源公共工程发生的意外 市府也下令停工 接受调查 记者刘志展桃源报导